我们看下一个 刚老师念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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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乐指的是什么呢 安乐是指我们人生的境遇非常地顺利 一切都是怎么样 非常优越的条件 我们现在是不是条件都很优越 但是有些时候难免人生中会有一些坎坷 会有一些我们经常说的遇到挫折 对不对 那遇到挫折 遇到坎坷的时候 我们的意志力就会得到磨炼 就会有一种上进心 我要克服它 我要达到我的 我有设定一个目标 我要努力的攀爬到我的那个目标 对不对 那生于忧患是什么意思呢 往往啊 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之下 有一种忧患意识 会让自己不停的努力 不停的前进 但是呢 如果环境很优越 就会怎么样 意志啊 就会很薄弱 一直一旦薄弱了之后啊 就很少会有那一股劲 要怎么样 要达到自己想去的地方 所以我们说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有同学看到这个漫画了吗 这只小青蛙它在做什么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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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温水里 在一个温水里 这个温水下面 这个锅子下面 这不是温水 这是烫水 这是烫水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表情 它是宜然自得的 非常舒适的躺在那 还是很紧张的 很舒适啊 很舒适 对不对 那如果是滚烫的水里面 它会很舒适吗 不会 不会 再说有一次 听到一个故事 就是青蛙本来是挺舒服的 它们一点一点加温度 后来 你青蛙就被煮熟了 所以一点一点 它就注意不到 嗯 哎呀 云肉总结的太好 说出了老师想说的 大家看到没有 我男男说的也是的 嗯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锅子下面有什么 有人 熊熊人烧的什么 柴火对不对 它现在的温度的确很舒服 是泡澡最舒服的温度 但是你看我们不停的添加柴火 这个锅子的温度会怎么样 慢慢上升 慢慢上升 但是你觉得这个青蛙 它有察觉吗 它觉得 不会啊 享受啊 对不对 等到它察觉的时候 还来得及逃脱这个热水吗 当然不行了 已经被煮熟了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说的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他现在的状态就是怎么样 他觉得很优越 很享受 很享受的这个条件 他没有注意到 他忽略了 他身处这个环境 有可能会遇到什么 有危险来了 危机四伏了 他请不吝点赞 他请不吝点赞